能否贏?黑色車 我製造一台這些車 Sam 也幫大家交學費 充電的 MPV 到時方便接收朋友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 比較晚了 在哪裏呢? 在南山區 很害怕 四周都是噁喉嚨的地方 能否贏?黑色車 我也做了九菜 捱到最後沒辦法 因為這些噸位夠重 兩點多噸 如果燒油的話 一元幾公里 製造一台這些車 Sam 也幫大家交學費 充電的 上氣大通 Sam 在這車之前 也看了很多 不是看很多 看了兩三台 因為這些車沒甚麼好選 我們多一圈 MPV 到時方便接收朋友 之前一直有關注這個牌子 但未有現車 自己未做到決定 看圖片 選擇是不準確的 我本來不是要這隻黑色 而是要紅色 但紅色我覺得老積了一點 如果是純白色 這隻箱子就像救護車一樣 就是我的感覺 它有些藍色 太淺就怪了一點 我最後覺得這隻黑色好看 夠帥一點 還有比較行政的感覺 進來看看 這隻 好沒有在意 哎呀 到時老友過來看 我還是坐第二排 拍一下我這台 這在我自己車嗎 不是 我可以在這攢天裡面拍 更容易一點 我開裡面去 每次這台更有真實的選擇 他叫我進去拍展廳 我的展車 我說這台是自己的最真實 全車都是拉爬皮 兩個座椅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座椅 我沒有太多研究 我最重要是我喜歡自己開了 有機會我還是坐第二排比較多 那前面型不型 我覺得前面也挺型的 有些JEDDER感覺 挺型的 關了車窗也挺型的 那這裡 後續也會有機會拍一些試車視頻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也是買來 為什麼我也是買純電呢 因為自己既要工作用 亦都是家用的話 如果買一部燒油的話 出去吃個宵夜 踢油又要炆幾個公里 而是有些掣爪的 油車可能是會便宜一些 深圳排便宜兩萬給我 即是有補貼 落地32 如果買一部油車 上去深圳排便宜一些 第一對於我來說 第二 雖然你說油車在車價便宜了下來 油費便宜了 但它開了的質感 又沒有電車那麼好 就是這樣 因為我做戰媒體後面充電的位置比較多 不用拍 就是這樣說 它後面會有一個插鬚位在這邊 即是三插那些 充電會比較方便 後來想想 都是下手 下手製造一台這隻車 如果你說我買一台G18 我看過 也是ES版才適合我的 但ES版也要28萬 我也是弄一台這些 那我最擔心這隻車是甚麼呢 它內飾我很滿意 我最擔心電池 會不會以後它虧損得很快 或者怎樣 但是我看很多 電池技術都相對成熟 它是用寧德時代的 但是我看太多也會眼睡 我先做韭菜買一遍 我覺得我虧損的 應該是虧損十多個左右 那我講回橫向的對比 我看了藍圖和騰世 藍圖首先車價比較貴 它續航只有四百多 還要再貴多四五萬元 要三十六、三十八 去到這個配置應該要四十 但是它的懸掛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去到另一隻車是比較熱的 現在要等到明年二月份 現在十月到二月份才能拿到車 那個是比亞迪的騰世D9 那個車就很囂張 但是我也為它驕傲 因為是BYD 我去到又沒有什麼服務 因為它們訂單爆了 買又要等到明年 第三它又是運動 有純EV 純EV那隻要達到四十萬左右 即是純電的 如果是運動那些 即是油電混合那些 我又不是那麼適合的 因為我計算過它給我的車價三十六萬多 它裡面的內飾都很漂亮 但是它開起來的質感反而沒有這個好 因為它會有些暈的 而且它坐第三排 它裡面有一個抽風機 它會有些風聲有些吵的 第四我覺得 即是技術上有點複雜 油電混合它只不過是解決一個續航的焦慮 即是沒有電都可以用油 但是我經常用油的情況下 或者油電一起用的話 它大概是五六升 是比燒油那些省多幾升 但是燒油那些我買回這麼多 配置都是二十多萬左右 我多給十多萬去省三四升油 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划算 三四升一升都是 即是一公里省三四毫子 可能我要跑很久才省得回那十萬 就沒有數位 所以要麼就純電要麼就純油 我決策的過程是這樣的 就是油電混合我覺得始終是有些複雜的 還有那些什麼增情色那些就是有些複雜 即是跟我以前去看大眾那些車 以前大眾那些香港叫福士那些 即是他們又叫甚麼TSI加DSG 在一起來就是雙離合 以前一二一三年買車又要排隊那些大眾那些 即福士那些 即1.4TSI加DSG 那些大眾那些賣騰那些 後來到現在這二手 跌的殘跡比豐田還衰 始終我對太複雜的技術 我真的不太想 要摸純電要摸純油會比較好 所以我選擇了國企的品牌 有純電雙開門和尾門一個純電 尾門一個純電 系統今天還未去 尾門也是用純電的 今天那個系統還要兩天才開通 微視路音響 12星度JBL音響 試試水加了學費 我最心驚的是擔心電池箱 它給我五年三十萬公里的保 或者一年三萬公里 不超三萬公里便是終身 我應該都超的 我一年應該超三萬公里 如果超了三萬公里 就五年三十萬公里 這個黑武士我幫他改名 拍到這裏 以後有機會看他在哪裏改 歡迎回來大安區的朋友 阿Sam接待你去看看樓盤好嗎 交一下學費 有什麼分享可以讓大家知道更多 謝謝大家 拜拜 各位朋友 這隻藍色就比較什麼 我又不太喜歡 黑色比較好看 紅色比較老積了一點 即是沉了一點 紅色的話 這個紅色的 這個顏色就比較沉一點 這個有前網的話 是油車來的 大通牌子就半出名 不是很出名 白色就類似這些 因為他的箱子是這隻型 如果變成白色 再哄過來這裡 就像舊護車一樣 很麻煩 很長的麻煩 所以不太老禮 都是對黑色的 初時打算買紅色的 我建議大家買車 都是現場看看 看圖片也不對勁 都是看實境 黑色特別靚一點 酷一點 酷一點 雙無行政感覺好一點 黑色就 OK 不開廣角就放不下 是呀 很長 要開廣角先 OK 回到這裡 換回阿Ling好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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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